我坐了90分钟才来到公安邨 其实中了伏的 因为这里和明珠城轨站的路程都差不多多远 90分钟来说基本上你可以坐车去到这个 还比这个斗门井岸或者中三三乡更加远 如果坐的士来说我觉得半个小时可以来到 但是现在坐着90分钟这个99路的车公车 其实这个奥远广场初开幕的时候 这里的楼价炒到200多万 我就觉得是不值 因为这里其实很少有澳门人来这里买楼 加上其实这里都不是近这个孔北的 其实楼价在大陆来说是任人说的 只要有买家楼价炒到多高都可以的 这个奥远初开幕和第二期开幕的时候我都来过 但是就不在夜晚拍摄 我现在特意来夜晚拍摄 因为夜晚通常都是人流比较多的 就在这些时地的给人流比较多的 还要是开幕后面对面 或是在家里发开的 会儿可不是 你怎么瞄 Baş不是 对ener yea 是 我在家里不어야 这个奥远广场其实挺大压的 但是很冷清啊 这种冷清对我来说其实都不是那么特别 因为开幕的时候其实都很少人流 现在少人流相对性是应该的 1个好几乎喝的 就是回家 所以今天练乱在一个新的周围 这样浪费了一个半小时来奥元广场 第一期 其实是中伏了 真的不值得来这里 其实商店都很普通 孔北附近都有这些食店 Like 要不要走到这里 如果你说横琴更加死 无论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这边是十字幕 这是十字幕 这边是十字幕 这里是十字幕 这是十字幕 我们的小鸭 这是十字幕 我们的小鸭 今天在一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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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